在漏水了 現在就要來處理這台冷氣了 把它的狀況排除 哈囉大家好我是喬爸 我們今天又要來 DIY 就是冷氣漏水的問題 那我先跟大家說要準備一下什麼樣的工具 我們等一下要使用的工具 然後就是有一隻小一隻 手電筒 吸管 然後催氣的 十字的 因為要拆它的機板 就是它的面板 整個把它拆掉 會卡到電源 所以建議還是先把總電源都關掉 關總電源 現在我要來關總電源 就是要看你們家冷氣的電源開關在哪裡 可以把它關掉 總電源關掉了 就是面板完全沒有顯示那個溫度 開始來拆一下冷氣啦 我這個冷氣是日立的 然後它這個排風的導板 有一個卡榫 然後先把它推開然後搬下來 現在冷氣非常的髒 等一下順便稍微把它清潔一下 先把導板取下來 先把導板取下來 這樣就下來了 導板就下來了 還有在滴水 我們現在先把它這個機殼齁 全部把它拆起來 拆起來的話 到時候再看一下它裡面是哪裡阻塞的 好那我們現在來拆螺絲吧 先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個冷氣有時候 你要拆面板的話 它有那個隱藏螺絲 就在那個這邊把它打開 把這個螺絲都拆起來 那我們就可以把機板 螺絲標不見 用一個小桶子把它裝起來 小心一點 好先檢查一下 看哪裡還沒有拆到 看哪裡還沒有拆到 好了 我現在已經可以抽起來了 拆起來 先等一下拿去洗 冷氣終於把它拆卸下來了 很髒 就從這邊 然後進去看裡面 你就會看到積水 這裡的排水都已經滿了 有看到水嗎 那我們等一下就是 找出它的排水洞 把這些積水先把它清掉 因為它應該是阻塞了 看一下有沒有看到那顆洞 剛剛把它用吸管有沒有 把它搓一搓 它就通了 然後水就從那邊排出去了 我們要清一下 就是要拿打氣筒 把它吹氣一下 讓它流出去 先把這裡清乾淨 下次才不會塞住 好 那我們先來 清潔一下 我們先用這個杯子 來裝那個大量的清水 大量的清水 沖水沖一波 然後 有很多髒東西從那邊流出去 我現在把它倒水進去 那 你看這裡有很多小屑屑 用吸管把它清一清 把它清一清 這個就是造成 積水啦 積水的原因 所以這個洞一定要保持暢通 把這邊清一清 把這個 髒東西先把它清出去 拿一隻牙刷 稍微把這個 鍋槽清一下 很難拍 可是就是稍微清一下 好 我先清一下 再給大家看一下 清碗的成果 大致上就這樣子 我已經把它拆下來 所以我等一下要順便洗個冷氣 把這些排片洗一洗 上面這個風管 這個也要順便洗一下 現在水通了 然後 如果排片在清碗的話 整個冷氣就會非常的涼 好 那我們先來動作吧 GOGO 加壓 沖吸 它這個洗了以後就是會流到那個剛剛那個 排水的洞洞裡 可是還是建議給專業的洗啦 因為我們這樣洗的排片的話 它後面的排片 可以洗到乾淨 盡量啊 因為DIY的洗冷器 把它當作那個 省錢 不要磕酒太多 我剛剛這一罐是裝 那個清潔劑 然後等一下會再用清水再洗一次 這個是我剛剛用牙刷刷它的排片 所以排片是很髒 然後我們現在用第二次清水把它沖一下 高壓水柱 有的是會用那個藥劑啊 可是我們沒有藥劑 我就用清潔劑而已 洗一下 這次要幹嘛 這次就要吹漆 可是好像不夠長 所以要接吸管 我的吸管呢 接吸管 去手上 讓那個水 可以透 算乾淨了 OK 剛剛冷氣這個排片也洗完了 然後再來就是清下面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封管 然後它上面都會卡灰塵 我剛剛有清一點的 現在已經比較少灰塵 刷乾淨 慢慢刷 大致上都已經清理好了 就這樣 那我們等一下就把它組裝起來囉 整理完了整個 就是感覺乾淨的滿多的 好 然後我們等一下先把機殼洗一洗 把它裝起來吧 這個就是機殼 然後它就是很髒 所以我們還是要洗一下囉 OK 那我們的冷氣已經組裝完了 好啦我們現在來開機試驗吧 打開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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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聖的一刻來了 開機 哇 應該不會滴水吧 工人都正常 那看一下有沒有漏水 這個還要再等一下下 目前看起來是還沒有漏水啊 經過了十分鐘以後 就是都沒有漏水啦 所以我們這次就算是成功啦 快要二十分鐘了 對 就已經沒有漏水了 所以算是成功了 這一次DIV就到這裡啦 那如果有幫助到你 請幫我按個讚 並且訂閱我們 我們下次見 掰掰